再来看到0403地震抢灾修复战时告一段落之后 县府原民处也特别召开113年度 花林县南区原住民部落事务组长联席会议 南区四乡镇各部落事务组长全员到齐 除了政令宣导之外 针对原住民的业务政策进行双向沟通 而处长赌故撒运也向部落信心喊话 期盼各部落团结一心 迎接后地震时代的产业生活 县政府原民处执行部落事务组长联席会议决议提案 诸一为每位部落事务组长套粮 以立同意这座背心制服作业的进行之外 现场也有原民处各相关科室业务的宣导 尤其针对0403强政中央与县政府相关补助措施也加强说明 第三个是国内跟国外的团体 就是比如说你们是20个人 整个瑞穗箱的同标出去玩 那你们就可以申请这边也有他的补助 那无论是国内就是在台湾或者是国外 他都是有补助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些 下一个正心的方向来回去告诉部落的族人 很高兴来到我们瑞穗箱的这边 来跟我们这边的交流 在这里欢得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来宾来到瑞穗 因为瑞穗是很好 都没有台风没有地震 大家来这边观望一下 0403的地震第一时间抢灾修复工作暂时高于段落后 面对正后对花莲各个产业 尤其花莲观光产业的重大冲击 原民处长独顾塞运 除了是加强宣导说明 0403正后观光旅速补助措施 以带动振兴花莲观光产业 也向台下的各部落事务组长信心喊话 你只要来花莲 在花莲有一些消费 就可以促进我们的经济 所以中央政府跟花莲县政府 也推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案 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来到花莲 那等大家都恢复信心的话 就会回到花莲 虽然泰伍格暂时没有办法去 但是我们的花东政府 我们的193县 我们的东海岸 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还是很安全的住在这里 所以请大家来回到花莲来 帮助花莲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花莲人自己可以追尽强 由于受限于花莲南北狭长地形的影响 县政府原民处今年首度采北中南分区办理的模式 巡回下乡 这一次南区瑞穗玉里副里 以及卓西斯乡镇首场 则是由瑞穗来率先承办 各乡镇部落事务组长全员到齐 了解相关政令服务措施 也就相关议题 与县政府原民处面对面意见交流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